斯美人展现屈原青年时期 马克威表情展功利搜狐娱乐训 传奇剧志斯美人自4月28日登陆湖南卫视精英 独播剧场以来 人气迅速爆棚 成为近期又一部引起热议的大戏 该剧以传奇才子屈原的视角 讲述了其一生经历 也将整个战国末期时代 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对青年演员马克来说 演艺屈原这样家喻户晓的历史角色 是个不小的挑战 在目前播出的剧情中 有观众表示 马可版屈原与印象中 的屈原不太一样 而这种不同恰恰是 马可版屈原的特色之一 年轻与活力是 马可版屈原一大特色 在斯美人开播之前 该剧的总制片兼总编剧梁振华 曾评价过片中 每个演员所饰演的角色 在谈求马可时 他说 马可最大压力来自 他是屈原 短短一句话 点名了马可肩上的重担 在剧集开播后 有观众表示 这个傲娇且放荡不羁的屈原 似乎和印象中的爱国诗人不太一样 一些观众不禁 留言评论道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屈原吗 事实上 目前青年屈原呈现出的状态 正是马可版屈原的特色 也是斯美人这部剧集的特色 大家印象中屈原的胸怀天下 命运悲壮实际上是屈原 中年之后的状态 而从屈原的诗作中可以看出 青年时期的他 也曾是一个意气风发 不理事事的人 马可版屈原 正是从这个角度侵入 将屈原年轻 冲动 活力的一面带给观众 但是 从屈原到全现作 观看时 现实世界已经入侵了屈原 心中的象牙塔 他的人生有了对手 有了苦难 这段经历也为他今后追求美正 为国未免的理想 埋下了伏笔 在大闹县牙的剧情中 屈原第一次动了怒 第一次展示出下脆牙翼的眼神沙 这都是之前剧情中从没出现过的 而演员马可在诠释这一阶段屈原的时候 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从整体的轻快不羁 逐步过渡到稳重自律 这种变化是屈原内心的写照 也是 马可本人演技成长的表现 马可精准拿捏微表情 细节促展功力纵观这一阶段 马可对屈原的诠释 观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马可在细节上着力颇多 这也正是马可的一贯特点 在演艺屈原时 马可不论肢体动作 或是迎师作父的状态 都显得韵味十足 尤其是马可对角色微表情的处理 更是十分到位 在近期播出的屈原藏匿刺客 楚怀王忽然造访屈家的情节中 楚怀王将要进屋的一刹那 屈原脸 屈做出了几个十分细小的动作 从眼神中一瞬间的惊恐 到身体上不由自主的小步后退 再到双手张开一预挡住楚怀王视线 最终落在楚怀王 没有发现屋中有人 而偷偷做出象征侥幸的吞咽口水的动作 一连串细微的表演 完整地反映了屈原的心理变化 整段表演层次感十足 也把整段剧情推向了高潮 作为一个青年演员 马可在演艺事业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也为她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 对 屈原的演绎 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 与进步 而这种不断进步的潜力 正是她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 据悉 历史传奇剧之 斯美人 正在湖南卫视 精英独播剧场热播 剧情即将进入首播高潮 敬请锁定频道 关注剧集的最新发展 责任编辑 董文 UK026 分享 在相关阅读就是爱拍照 染影影穿性感短裙 大秀美腿日前 邹世明娇妻 染影影工作室 晒出一组日常照 照片中 染影影身穿性感短裙 躺卧房车上大秀美腿 甚是诱人 染影影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美腿非常强劲 蒋进夫上海两天约会三美女 还大秀鸡肉 桃花韵很棒啊 橘子娱乐没有意外的 今天的周三进又来了 这次的主人公就是鸡肉小生 蒋进夫到四月中旬 他一个人来到上海 从酒店出来逛商场时 身边就多了一个妹子 两人一路聊天 在一起逛街 而这位妹子呢 就是SNH46的邱欣怡 和蒋进夫前段时间互关了 他微博上的一组照片 和视频里几乎一样一样的吧 是他本人没错了 第二天 蒋进夫又和好朋友一下出来 然而到了晚上 身边又换了一个黄头发的大农妆妹子 两人在餐厅里聊天 还一起看手机 夫仔还解开了衣服 像是在给妹子展示腹肌的样子 中间又过来了一个扎丸子头的妹妹 加入饭局 不过夫仔还是和旁边的黄发妹子 聊得比较海样子 恩 看来夫仔得桃花韵不错呢 最后一句 不过这一看就是简单的见朋友 估计夫仔还不会回应 林志玲与富商恋情高吹 林府摇头叹气这样回应 网 一娱乐五月二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人林志玲二日惊喜 现身爸爸您烦难烦笔下的简单生活公益慈善化展开幕 为辅大医院募款造势 化展中妇女展现浓厚的情谊 他坦言 只求女儿林志玲交了男友 贵呆回家介绍认识 听到林志玲先前跟上海富豪 企业小孩洋人配 Chris的恋情 马上摇头叹气 G O N E 都过去了 缘分 没有了 林凡南是福大毕业校友 从商多年后 开始学习手绘土 二十多年来走遍各国 用画笔画出眼中的世界 福大校长江汉上邀他回校社展 为医院九月开幕暖身 而林志玲二零一六年以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为名 捐款五百万台币提供福大医院筹建儿童发展评估中心 院方收到大笔捐款感动表示 如祥心珍 太伟大的爱了 为了力挺爸爸 林志玲特地远赴新庄出席画展开幕 全程 参与 并未中途旅席 她在现场一直陪在爸爸身旁 不时为爸爸擦汗 陷入妇女浓厚之情 林志玲笑说 我常说爸爸是误入商场的艺术家 终于走入正途 她最难忘的是自己先前发生坠满意外住院期间 多亏爸爸用画笔带来外面的世界给她看 林凡男也在画展中公开私密手记 除了生活记事以外 满满都是林志玲的新闻简报 更有一封女儿过年红包 逼她写满对爸爸的关爱 林凡男表示 找男孩子要找对 他读书的时候我不管 只要成绩单好看就好 交什么男朋友 也是不管 真的喜欢再带回家介绍 现在我看是没有 对象 大概是 现在男生比较胆怯 曾有报道指出 爸爸林凡男认了女儿林志玲 曾热恋上海富豪 企业小开洋人配 Chris 她再度受访 仅以一个呆字 刚 回应两人恋情 就是先不要了 缘分没有了 被问到女婿的条件 她开出 上进 善良 具有领袖方范三项条件 而林志玲在被问到 进度料回 前几天才被问 现在还没有进度 一 大家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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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